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早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还是一样 开始时先把过去一些重点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大家可以接上今天的课程 那我们现在在讲第三章 第三章主要在讲 Evaluating Properties 什么意思呢 我几个主要的Property 我给了你其中的两个 不是任意的两个 怎么样的两个 Intensive Independent 两个Property 你就可以决定其他的Property 那怎么决定 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所谓的六个Property PTUVHS 这六个Property 那我们先从PTV讲起 因为PTV这三个呢是可以测量的 直接可以测量的 那这PTV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它是Equilibrium呢 它之间会有一个固定的关系 每一个物质有它自己的形式 那如果把它表达在一个三维的座标里呢 它就是一个面 它就是一个面 所以分成Solid Liquid Gas 但是这里呢 Solid有机会变成Liquid Liquid有机会变成Vapor 所以这里有Phase Change 所以在Phase Change的时候 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在Phase Change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的压力跟温度是Dependent 那什么叫Dependent 其中一个数字固定了 另外一个数字就不能变了 就叫Dependent 好 那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基本上 对一个Service Property之间的一个概念 再下来呢 我们就来详细的讨论 OK 在不同区域 在不同项的之下 这些Property的Relations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会 我们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 我们先Concentrate在这一块 我们先装注在这一块 这一块讲完之后 我们会讲Solid跟Liquid Solid跟Liquid讲完之后 我们再针对Gas 所以一块一块交代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一块 我们现在讲这样一块 那讲Solid跟Liquid的时候 是一个Condition 有没有注意到Solid 当我的压力做很大的改变的时候 我的Value并没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Solid跟Liquid都有这样的特质 如果这样的特质 我们可以讲OK 压力对Property的影响不大 或者压力对于Property的数值的影响 是可以忽略的 OK 那如果这样我们就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Incomprehensible 它不可压缩的 那这个字就是说压力的影响不大 好 这是我们这一张整个内容交代的步骤 那我们现在在交代 这个Two-Face的这个部分 所以Two-Face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在我们热力学的应用当中 像的转换 尤其是Liquid变成Vapor 这一个像的转换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我们很多的Application当中 我们的工作流体都有像的转换 都有像的转换 所以这个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边讲Property的时候 我们先讲这个 那如果讲像的转换 那我们从一个实验讲起 那我们建立了一个概念 我把一个物质 我们可以想像这个物质是水 或者是一个冷媒 都可以 我们把一个物质 我们考虑意象跟气象之间的关系 意象跟气象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把这物质呢 分成五个不同的状态 分成五个不同的状态 第一个叫Compressed Liquid 所以它就是Liquid 它就是液体的形式 那再来呢 我们有一个形式叫做Saturated Liquid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物质可以存在的状态 叫Saturated Liquid OK 当然前面那个Liquid 有一个名词叫做Compressed Liquid 或者叫Subcool Liquid 那再一个状态呢 就是说它可以存在 Saturated Vapor OK Saturated Vapor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State的描述 OK 那再来呢 就是Superheated Vapor Superheated Vapor 那还有第五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 Two-Face的区域 所以顺一下 Compressed Liquid Saturated Liquid Two-Face Region Saturated Vapor Superheated Vapor 这是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OK 或者压力越来越低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当我们要决定Property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好 就是先要知道我们所谓的一个物质 Water也好或者冷煤也好 它是这五个状态中的哪一个 OK 五个状态中的哪一个 所以这五个状态中的哪一个 那我们先要讲每个状态每个状态的分界点 Saturated Liquid 抱歉 Compressed Liquid 跟这Two-Face的分界点在哪 分界点在Saturated Liquid Line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 它把Saturated Liquid 这个温度跟压力之间的关系都列给你的 所以由那个Table 你就可以知道 它如果我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我就是在Compressed Liquid OK 所以我们先要用这条线来分界 我们到底在哪里 用这一条线来分界 我们会不会带Superheated Vapor 那只要我们这个图上画的是TV 那这边可以是U 也可以是H也可以是S 都可以 这四个参数都可以 它的形状都一样 它的形状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来决定 它是哪一个区域 好 那所以我们要查Steam Table的时候 我们要查Steam Table的时候 第一个要查的表就是Saturated Table 就是Saturated Table 它列的资讯就是这两条线上面的资讯 那Saturated Table有两个 一个以温度列表 一个以压力列表 它里面的内涵是一模一样的 以温度列表的时候 温度是整数 以压力列表的时候 压力是整数 你用起来方便 用起来方便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要确认我们是哪一个区域 OK 好 那再来呢 如果我们确认完 我们是属于Superheated Region的话 我们就到Superheated Vapor OK 那如果我们是Complexed Liquid Region的时候 听清楚了 我们叫它Complexed Liquid Table 可是我们刚刚讲了 Liquid 压力对Property的影响不大 所以当你到Liquid Table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Table很少 数值很少 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呢 你可能必须要借用Saturated Liquid的数值 来当作你的数值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不是百分之百对 误差大不大 非常的小 小于千分之一 OK 非常的小 当然你要看压力差多少 误差非常的小 所以不重要 所以不重要 好 那 这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我们Steam Table 那Steam Table呢 那Steam Table呢 我们首先要 先要决定一下说 它在哪一个 它在哪一个位置 它在哪一个位置 OK 它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根据 我们根据这个 这样的整理的一个资料 如果我是Superheated Vapor 如果我是 我怎么样决定 我是Superheated Vapor 那这边就是我判定的一个准则 你会发现 这个VUHS 都是比Saturated Vapor 来得大的时候 来得大的时候 它就是Superheated Vapor 只有一个数是小 压力 压力是小于Saturated Vapor的时候 那它就是这个Superheated Vapor 那当然呢 我们下面呢 也可以 也可以 对这个 对这个 compressed liquid 呢 我们也可以写同样的一个表 那所有东西都变于大于 然后是小于UF 小于VF 小于HSF HF 它就是compressed liquid table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来判定 我们是在哪一个区域 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是two-faced的时候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two-faced这个区域的时候 那我p跟t是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这里我需要另外一个variable 来表达它的状态 那我们所用的另外一个variable呢 也这里定义一个就是 定义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quality 所谓的quality 那我们的quality呢 好 我们quality呢 是一个physics 是一个mass vapor的mass fraction 我们定义成 我们定义成quality 我们定义成quality 那quality在0跟1之间 小于0大于1 没有physical meaning 不实际 not realistic 所以在我们这门课里面 你看到quality小于1 然后quality大于1的时候 就是错了 OK 别的课不一定 别的课不一定 当你去算流利的时候 有的时候故意的 会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判定 会做一个判定 好 我们把steam table的东西 给各位做了一个review OK 那我们现在来做几个实际的例子 做几个实际的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好 开一个题目 OK 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 抱歉 礼拜一讲的 昨天的take home quiz 也是这个题目 好 所以自己做做看 好 我现在 抱歉 等一下 好 这个 好 好 我是saturated water vapor 在2.5个bar 我要你找这个温度 还有internal energy 现在找 找了之后上传 saturated water vapor 在2.5个bar 我现在要温度 还有internal energy 这不需要任何的内插 一眼就看到了 OK 所以30秒可以结束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答案 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不是今天第一次教我上个礼拜一的内容 然后昨天的take home quiz 都比这个要困难一点 OK 好 停 好 不收了 好 那我们现在 我大概有给各位两分钟吧 没有 好 再加30秒 计时 好 这一题不算 我们往下走 WiFi都开好了 都开好了 我们下题开始算 好 这题不用算了 引起这题关掉 OK 好 我们看给的条件 OK 看他给的条件 好 那我们很常明确的他讲 好 那我现在条件是什么 是saturated water vapor 看到没有 我很明确的讲 他是saturated water vapor 所以他是什么 他是vapor 他又是在saturated 所以你到table的a table a-3 他是以这个 他是以这个压力来列表 以压力来列表 那你看到压力 从上面看下来 什么时候他是25 2.5个bar 什么时候是2.5个bar OK 找到没有 好 所以你这个东西呢 是table a-4 好 那你可以找到压力等于 这个压力等于2.5个bar的时候呢 我t是多少度 t是多少度 因为它就是saturated water vapor 127.4度 127.4度 127.4度C 那它的internal energy 是多少 直接读出来 2537.2 2537.2 2537.2k gel per kg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OK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OK 可以追得上 那我们再来下一题 好 我现在是240度C U等于2659.6k gel per kg find pressure 好 开始传答案 这是昨天take home quiz的类似的提醒 如果你昨天take home quiz真正有做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个怎么做 可以喔 这也是一眼就看到答案的 一眼就看到答案的 好 停了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确定我们是 刚刚讲的那几种状况的哪一个 所以我们到table 到table a-2 它是以温度列表 所以你去看 这边呢 看到240度C的时候 看到240度C的时候 它的这个 这个 U等于2659.6k gel per kg 240度C U等于2659.6k 那我U是大于UG的 我U是大于UG的 我U是大于UG的 所以我是什么 我是superheated vapor 那U等于什么 UG等于什么呢 等于2604.0 我下面要到哪里去 我下面要到Table A-4 OK 到Table A-4 OK 翻过去 你会发现Table A-4呢 基本上以压力列表 所以你要找240度C 先找 先找任何一个压力的240度C 你都会发现 这边有蛮多的 所以下一个 那请问 我应该找哪一个压力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superheated vapor 所以它P一定小于 P saturation at 240 degrees C 我的P一定是小于 PSAT at 240 degrees C 所以你再回头看 240度C的时候 T是多少 P是多少 33.44 所以它一定比塞个NPA来的小 OK 所以你在这前面来看 所以你到这前面来看 它一定比三个NPA来的小 所以你这边来看 三个比三个NPA来的小 你这边看的话 是这个2659.6 有没有看到旁边 两个NPA的时候 两个NPA的时候 它正好是2659.6 OK For Table A-4 P equal to 2.0 NPA T equal to 240 degrees C 所以我的U是等于2659.6 kg per kg 所以我的pressure是多少 2.0个NPA OK 2.0个NPA OK 2.0个NPA 所以这完全也不用内插 完全也不用计算 你有眼睛看 你就可以找到它 所以superheated vapors 有一个东西比较讨厌 我given T的时候 你要是找哪一块P given T 你要找一个block的P来用 通常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当P越低的时候 P越低的时候 UVHS都会变大 同样的温度 P变低的时候 UVHS数值都会变大 所以你在找Tables 就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容易一点 比它小 它还会是superheated 可是那个表上 在240度是有28跟38 可是这两个都是比33很小 对啊 你要找一个数值给你的数值 你去看两个bar的时候 正好给你2659.6 两个bar的时候 两个NPA的时候 正好给你2659.6 OK 那如果我把这个数值改一改 我把这个数值改成 改成这个 我把这个数值改成这个 这个 我把这个数值改成2610 OK 我把这个数值 抱歉 我把这个数值改成2630 我要把这个数值改成2630 结果它就会在哪 它就会是2NPA跟3个NPA之间 所以你要两个压力做内差 OK 你要两个压力做内差 好 好 这就是找 这就是查table 你要match那个value 好 你要match那个value OK 好 再来一题 好 好 34度C 看你拿到的数值 看你拿到的数值是什么 看你拿到的数值是什么 好 这个比上题更容易 一眼就看出来了 OK 好 停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到 因为它给的是温度 我们到这个tableA-2 tableA-2 看34度C的时候 我的UF等于多少 我的UF等于这个142.5 UG等于多少 2422.0 所以我的U是在UF跟UG之间 所以我是什么 two face 如果我是two face的话 我的压力就固定了 我的这个压力是 我的压力就固定了 那我的压力是多少 你直接可以读得出来 压力是多少 0.05324个bar 你可以直接就读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 我没有让你算它的其他的 譬如讲 我可以让你算它的specific volume 好 我也可以让你算它的quality 好 那quality怎么算 去看前面的定义 quality就等于U-UF 除以UG-UF 那我的V就等于什么 等于E-XVF 加上XVG OK 好 再来一题 好 准备 可以了 好 好 我Water 五个NPA V等于1.0228 QBm per kilogram 我现在要找T跟U OK 这应该是今天送出去的第三题 对吧 第四题 第一题不算 好 第四题 第四题 我们不要管 这是今天送出去的第四题 第一题有人说还没开机 所以第一题我们算分数值来调整处理 这是我们今天送出去的第四题 不要用内插 直接读出来 不要用内插 直接读出来 我今天这四题没有一题要动到Calculator 各位会不会有个感觉有时候在压力下学东西的时候学的比较快 好 停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同样的 我们到Saturated Table 那我们到Table A-3 Table A-3 那我们看一下P equal to 5NPA 我的VF等于多少 我P equal to 5NPA 也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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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个 也就是50个Bar 也就是50个Bar 我V等于 VF等于1.2859 QBm per kg 所以很明显的 我V是小于VF 我V是小于VF 所以我是什么 It is comprised 抱歉 抱歉 我这边写错了 这边是乘以十的三次方 抱歉我写错了 这边是 好这题不算 OK 抱歉 早上还没睡醒 OK 所以这边乘以十的负的三次方 因其这题搞错了 对不起 这乘以十的负三 我原来设计就是 compressed liquid 对不起 OK 少写了乘以十的负三 所以它比VF来得小 所以它是compressed liquid 所以在compressed liquid的时候 我们就用saturated liquid table 来做决定它的温度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时候 它的special volume 是1.2589 什么时候它的special volume 是1.0228 所以你往压力比较小的地方找 OK 这里有没有看到 没有 OK 大家看到temperature table 有没有和善一点 我们看temperature table 1.0228 有没有一个数值 70度C 看到没有 所以在70度C的时候 我的VF 是等于1.0228 乘以10的负三 qubit meter per kilogram 是不是exactly 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是saturated 你是不是saturated 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approximate 因为你去看后面所有冷媒 它都没有给你compressed liquid data 都没有 全部用saturated 来带 那误差有多少 我们可以不可以算 针对这个正好可以 你到table8-5 到table8-5 在page的page的A11页 table8-5 OK 看到没有 它这边列的压力是 2.5个NPA 5个NPA 7.5个NPA 10个NPA 它正好有5个NPA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一下 5个NPA的话 它是1.0228 所以你来这边对一下 1.0228 1.0228 你会发现 它是在40度跟80度之间 有没有 40度跟80度之间 很可能比较趋近于80度 因为你的数值跟80度比较接近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表会比较准 用这个表会比较准 但是我们基本上在 我们这边在 各位回去看你的习题 习题有义题 我要用两个方法算 然后看它误差是多少 好 那我们在这门课里面 因为我们在分析冷酶的时候 都没有compress liquid data 所以我们都用saturated data 来看 好 所以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说我的压力 对我的compress liquid property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 但是那个影响的程度 非常的小 影响的程度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看compress liquid 我们看2.5个NPA 还有5.0个NPA的时候 一个是2.5个NPA 是1.0067 然后5个NPA是1.0056 差1.001 压力增加1倍 我的体积只差1.001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compress liquid的时候 我们在liquid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注重precious 这一块 比较不注重precious 这一块 比较不注重precious 这一块 它是1.004 在5个NPA 是1.003